Hello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电缀机0611期 道指跌 8880点 港股 跟不跟呢 我是主角律师 乃sir 好了 我们今期依然再分为三个步法 第一个部分 是周五的一个收盘点评 第二个部分 是恒指方面分析 在早之前我已经跟朋友们讲到 特别是六月初 我说六月就是八号 是作为我们本月的一个强弱的一个关键日 当然我们知道八号已经突破了 7号的最高位 而且收益足 满足乃sir 之前不怪同学们讲到的两个条件 就是震荡趋向上 就是六月 当然它当日的一个关键位 就是它最低位 21734 是非常之重要的强弱位 当然我们知道星期五 恒指低去高就受美国的影响 后来盘中 又重上21734 4点 当然这个位置 究竟会不会跌下去 下周又怎么看呢 那麽奇怪 乃sir 就为我同学 去分析一下 好吧 第三个部分 依然是个股分析 有很多同学 问到汽车股 比如比亚迪股份 长城汽车 还有最近有少少的一个消息 阿里巴巴 和 马蚁有关的 还有能源方面的 掩抗能源 那这几只个股 怎样的同学问到呢 那就来上 就为个股 去详细解答一下 OK 而且呢 今期会和个股 讲下比亚迪 的一个分析法 那大家 一定要留意 关注到 后面讲个股比亚迪 的时候 好吧 好了 好了 那 最后课堂之前呢 再提醒个位同学 那无论你现在坐在电脑旁边 再拿着手机 尤其是第一次收看 我最新教学的个位同学 你记得YouTube这个channel 按订阅我 订阅之后呢 再按这个黑色的钟 才能够时刻收睹到 我最新教学 好吧 好了 最后一个正题 在早上8点15分 星期五的时候 即6月10号 那麗塞就将港股行程提示 准时公布 被已经装作手机版的交易系统 各位同学 那通过提示 大家 很明显发现 其实星期四 和星期五的提示 基本上都一致 跟大家讲到 孔街壳 8号 而且呢 它的一个强弱的防守位 那当然 其实星期五 因为来说 麗塞早上的时候 就关注到 即是 早上的时候 提到星期四美股 就暴跌 所以临时 是早上的时候 补充了这个 第五条 昨晚美股跌幅较大 恒指今天 就低去偏弱的机会 就比较大 那一直跟着 乃水教学都知道 导致呢 就影响恒指的强弱 那就都跟大家去 再复杂一下 那上整之所以 就影响我们 指数方面的 趋势 OK 那我们知道 目前来说 跟着 即是说 6月8号 我们知道 这一日 这一日 我们看到 指数方面 突破了 我们的一个 7号的 最高位 而且 修阳足 所以说它当日的一个 最低位 21,734 就作为 我们后市的 强弱的关键位 防守位 那当然 我们知道 星期 即是9号的时候 一到 我们的指数方面 就跌到 21,737 所以有几位同学 就在WhatsApp留言 他说 乃水教学 你很厉害 很准 当然这就不是乃水教学 当然每位同学 如果跟着乃水教学 知道 有些月份 港股有些是关键位 时间 之后 如果满足条件 大家都知道 所以说知识 是非常之重要 基工具就提升我们的分析法 OK 那我们最观察到 KDJ J的参数者 大家看到 这段时间就反复震夺 然后一时上 超过100 一时低于100 当然低于100 我们知道 是脱离超买区 即是快速拉升阶段 当然按照统计学 经常跟大家讲到 这个时间的一个 强弱 其实 从技术分析方面 只能统计学跟大家讲 8号收市价 已经高于7号的最高价 是收入足 其实这是两个 满足的条件 当日6月的整体趋势 震荡趋势向上 因为股市或者个股 没有一只升 升到一些程度 肯定会回落一点点 然后 再打回上去 这种情况 非常满足 整体向上趋势 并且一保抗 股价一直升 不可能这样 好吧 所以说指数方面 我们大概知道 只要不跌穿 21,734 这个位置 即将来 是向上的 好吧 当然个股方面 大家知道 早之前 俄乌战争爆发 我已经和国家同学说了 战争一开始 黄金贵金属 非常之好 战争打到 中盘或者 尾部的时候 烧钱 烧钱就体现到 天然是四号 这些煤炭大宗商品 而且俄斯本身 就能够出售大国 现在受西方国家制裁 对吧 所以 更加影响 它的一个 能源的 价钱 所以现在欧美 其实 除了美国 欧洲来说 都是通货膨胀的 因为 石油这些能源 潜入到 我们的日常生活 对吧 比如说 运输方面成本就增加了很多 对不对 OK 当然 农业板块 也是受到很大影响 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 的良性出口大国 占了 全球出口的 30% 所以说 这种情况 又加上俄罗斯 封锁了乌克兰的所有的一个沿海的港口 所以这种情况就导致了我们的粮食 飙升 而且 印度这个国家之前也跟大家说 都拆了一脚 它之前都是粮食出口的国家 然后呢 禁止了小麦的30%的出口 又更加提升了这个危机的一个影响 好吧 当然从我们国家中国来说 因为受注 刚才跟大家说的 之前跟大家说 上海疫情的解放 它现在目前来说 需要高端制造业 要么就是房地产 要么就是生能源 汽车 尤其是生能源 这方面的汽车 一来说目前来说 汽车方面 能够去带动 更多的一个制造业 就业率 而且 它的一个 未来的趋势都是好的 一来说20300要达到 探中和 20600 被欧美国家提早 推迟10年 达到探 探中和 20300 当然是探大风 所以汽车 除了这段时间 是更加需要的 其实未来 几年之后 其实每一年都 至少要炒一两次 好吧 现在又有政策方面 虽然说 汽车大家知道 升得棒棒 我从五月 中下旬 就已经和大家说到 虽然说 每次提示 基本上 比市场 基本上会 快 一到两个礼拜 现在各位同学 如果有更快 乃雪的 一个教学都知道 这个时间大概是怎样的 好吧 这个就是 星期五的一个 收盘点评 OK 好了 最近有比较多同学 想联络我 而且有些之前有 乃雪的一个 博式的同学 就联系到 给了建议 给乃雪 当然乃雪就是 频道 首额 右上角 你只要找到 点击 这个 Fans Fans专业 这个 大家就能够 找到我 特别是 对手机版软件指标 感兴趣的同学 当然我上一期 已经公布了 给大家 有些同学 还在YouTube频道 留言 找不到乃雪 大概在哪里 大家看到这个图 这个图 就是YouTube频道的首页 其实大家看到 这里 右上角 这里有个 Fans专页 这个就是 乃雪雪6月1号 就是 跟着 各位同学 建议的 其实 公开给大家 大家如果 对手机版软件 需要安装 那么兴趣的话 就可以联络 当我乃雪 好吧 这个就是乃雪 各位同学讲到的 当然我再看回 星期五的一个 开市情况 和收市情况 好吧 星期五大家看到 去盘是 21522点 其实是 低去高走的 因为它受于美股的影响 我们知道美股好像 星期四晚上跌到600多点 当然跌了600多点 300多点已经有影响 不要说600多点 影响更加大 这样 所以说就是低去 当然 由于美股 受于内地经济政策的一个 受益来说 其实整体吹晒 跟着上证指数下 所以说大家看到 其实吹晒 还是向上的 好吧 低去高走 大家看到 最终收线是 21,806点 相对上个交易 21,869点 跌幅62点 收了一支 假药粥的 好吧 那么这个位置 已经重回21,734点 有同学问到 究竟支撞下来 会不会再跌回呢 因为现在市场外 特别是外部环境 很弱的情况之下 会不会恒指 继续跌呢 我们就进行下个环节 恒指分析好吧 因为恒指分析 刚刚过去一周 我依然和大家复杂 每一周 投资理念 有时投资理念 不是说 蜜蜜啰嗦 大家要记住 它的一个道理 先指数后个股 其实 就重要是两条 因为我们做港股 我们先要分析指数 一来说 大多数港股市场 恒指升 绝大多数股票升 它不像A股 你看行业 哪个带头 会影响 它就飙升 美股呢 很多时候 就看蜜蜜 因为科技 因为美股 是比较健全的 科技拉动整个股市 好吧 所以说我们要研究 更何况 指数方面 港股 有受于 指数与指数之间的对比 尤其是 A股 和美股 所以说我们知道 我以为的 因素有没有影响 美股大不大 然后再去分析指数 分析完指数 我们再去做个股 就比较容易 当然这些 关注奶水教学的同学 也有些是做牛豪 和窩倫 当然这个 就是大家参考 第一条指数与指数之间 相互对比 是源于道士理论第四条 其实跟我们市场全球化 其实是同一条道理 然后分析完指数 最分析个股 就更加正确 指数除了分析 A股和美股 我还跟大家分析 就是国际形势 因为国际形势 其实如果加上 即是考虑 我们分析整个股市 会更加全面 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说 四成 百分之四十 是外围因素 百分之六十 是技术分析 OK 所以大家要 从更加全面的分析 OK 外围市场 我其实还是这三条 热情 战争 和中美博弱 目前 上去前解封 现在国家出了 三十三条的政策 去扶持经济 当日三十三条当中 其实 港股 是受于 我们内地的政策的影响 所以来说 因为来说 特别是中国股 尤其是这段汽车 很多汽车 都在香港上市 尤其是比亚迪 这些融合 1211 对不对 所以说 大家可以看到 目前来说 其实整体趋势 我们看到 港股 都是跟着A股走的 当然目前有一个比较不好的 就是我们香港当地 我看回今天的新闻 好像 疫情又增加到 800 几宗 比上一周 过去一周 500几宗 又多了300几宗 可能 和我们 放宽 去堂食有关 这样 当然我相信 我们香港政府 肯定有办法能够解决 制住这个疫情的发展 OK 那战争方面 战争导致全球 能源 运输成本 飙升 刚才做盘也是提示的 所以这段 不过目前战争 就 处于一个僵持当中 其实目前越来越看出 其实欧美国家 可能推出 推测出 即是预计 可能下半年 8月或者9月 就可能要停止 战争 所以目前战争 处于一个僵持当中 都不会说 向太好 都不会太差 暂时没有什么 反而疫情 受控制住 现在受经济影响 向上 中美博弈 因为疫情 和战争 倒置了 战争 就倒置 我们的美国 通货膨胀 包括欧洲 也是 中国 因为 要拉动经济 所以来说 支持房地产 但是房地产 不是持续性的 所以来说它是短期的 最终是新民业汽车 所以来说 为什么最近新民业汽车 涉及更加厉害呢 除了技术分析 大家看到有 庄家日常 其实来说 庄家日常 都是受于政策影响 所以当时我经常跟大家说 政策一句说话 政治领导人 一句说话 就影响股价升 和跌 所以来说 你不可以忽略 这些政策性的问题 虽然是讲经济 不想谈政治 不过有时都会提及到 OK 大家一定要参考 当然 还要看回我们知道 目前 整体的环境 会相对要好跌 不过我还要关注 杜虹仙指数 和上证指数 好像今期的主题 和大家说 888 10点 我跌了 导致 那会不会下个礼拜一 又低去呢 会不会影响到 上证指数的趋势呢 现在我们来看 富途牛 和大家分析一下 杜虹仙指数 目前 的一个情况 大家看到 其实我们在这个位置 就已经和大家说 看 信号是之前 就已经和大家说了 估出 那这里是买日 所以买买指标来说 其实 虽然说 不要说百分百 不过它一旦显示出 都是提示大家 会方便操作的 那目前我们看到 票带已经跌穿了 裂口 低去美股 那现在 KDJ 大家看到 又是 进入超跌 跌 所以目前 好大机会 下个礼拜一 其实 港股呢 13号 有很大可能性 又低去 OK 那低去会不会继续跌呢 因为 经常和大家说 现在算是超跌 那机会是跌出来的 超跌反弹 所以来说 其实 可能会影响到 即是说下个礼拜 前上半周 都会低去影响性 会比较多跌 好吧 这个就是杜虹仙指数 我再看上证指数 上证指数 是非常之强 受于我们的一个政策影响 大家看到 飘大 OK 而且 未来 港股 肯定 绝对会跟着 就是 更加会 受上证指数的影响 吹噬 大家看到 目前吹噬多漂亮 对吧 所以 所以说 指数方面 我们恒指 向上的比较多 OK 这个从外怀的因素影响 所以说 等赞到 再和大家分析 接着下来 恒指究竟会怎样行 其实吹噬 鬼知道怎样行 比较明显 我和大家画个图 好吧 好了 我们知道 外怀市场 整体 除了美股 我们关注的 现在的热情 所影响外怀市场 我知道 整体 也是好的 整体也好 我们就要分析 我们本身的恒指 恒指 其实从两价 和大家分析 其实最重要的是 时间 时间到了 空间 才说 即是有意义 时间 空间 未到 空间到了 都没什么意义 好吧 时间 其实就 和我们投资 从战日到战述 很多时候 歌仔都是一场 攀得高时 蒙得远 过去一周 我经常 我们今期 要研究周线 很多时候 很多同学 忽略了周线 只研究日线 甚至年线月线 更加都没有这个概念 一来说 越分析越长 其实对于未来 看得越清楚 OK 而且周线 是研究股市的基本单位 更加容易 补足规律 所以大家 一定要不要忽略 至少周线 这个级别的一个图 不过等着比亚地 我也是 和大家分析 这样解 OK 好了 我看回 周线时间 我经常就只用 菲波纳凯素利 一线图 我还加一个 周期的线 对不对 这个菲波纳凯素利 其实时间很重要 你会选择最近 最高或者最低 当然之前这些位置 我会选择更早的时间 因为菲波纳凯素利 一个劣势 月到后面 时间 如有偏差 所以一般来说 最近的 就比例说 现在的 2月7号 一周 大家看到 每当 黄色棍对见 不是菲波纳凯素利 为什么 SIR判断 今个月 6月 会比 5月强 因为有政策 政策性更加明显 而且从时间 的周期大家看到 现在下一次转势 第29周 自从2月7号开始 现在才过了4周 现在最加上4周 至少 都是到月底 6月底 7月初 对不对 从时间区别 是这样看的 空间方面 大家看到 空间方面 大家看到 指数方面 已经升穿了 绿色漂泛 一般来说 如果 不是很强 到达6色漂泛 下人边 就会下 大家看到吗 一般升穿了 还没收音 港面就比较强 不过 目前 它打到 6色上人边 大概22,333 附近 就有所阻力 所以现在目前 压力也是有少 大家看到 突破了周线防售 最好的 目前 大家看到 资金有流日 为什么 在这个位置 就跟大家说 很大机会突破性 因为从我们资金背离这个指标 看到 绿色 对表资金流出 大家看到 所以如果你不懂政策 如果有技术分析的话 大家都可以比较准确 把握它的一个方向 现在资金流日 而且在这里 红灯 大家看到没有 红灯放大 比较大 变粗 OK 变粗 说明资金流日 速度是加速的 说明有资金流日 股价就会升 因为股价升的 和资金有关 OK 这个就是周善空间 整体趋势是很好的 当然 时间方面 怎么看 其实我6月初 每个月初 我都跟大家说 过去的一周 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一周 一来说 端午直之后 8号 又是重要的 强弱位 6月4号 这个月初的 9号视频已经跟大家说 9号 无论从 菲波勒契素利 或者 我们等他周期 都推断出 是一个转世的时间 大家现在 看回 9号这一天 好像短期的一个转节的高位 大家可以看到 当然 目前集中来 我们下周 如何呢 刚才跟大家说 时间方面 至少 周善级别 都会到 越大 或者下月初 OK 现在我就要看回日线时间 下一次 短期 转世时间 会是什么时候呢 我看到 这里是5月10号 大家看到 是一个 期视点 转节的时间 大家看到 每次找回最近的时间 它规律就比较明显的 菲波勒契素利 对不对 大家看到这个是9号 短期来看 好像有点是转节的时间 下一个交易 大家数一下 这里有8个交易 下一次就肯定21 因为我这个是21周期 一周日 下一个 推断这个时间 大家可以推断到 现在 下一次就34 中间 就13个交易 现在过了12日 对不对 那说明下一次 还是14 12个交易 我推断时间 从日线的时间 大家看到 一周就5日 一周就5日 都是越到越底的 机会比较多 所以说从日线的时间 下一次转向 所以说整体6月 为什么理述判断 会到越大 整个月都是好的 第一个政策 第二个时间 所以有更有据 不是凭空想象的 OK 等他周期线 就比较细节 等他周期线 时间会经常变 好像去年6月28 有时8个交易 18个交易 大家看回之前教学 好吗 现在大家看到 时间来下一次 好了 下周一 因为6个交易 下周一个短期时间 从整体来说 时间 即将下来 至少到越大 晚一点 会到7月初 从时间的 一个推演来看 所以说即将下来 我们怎么看这个指数方面呢 我们看回目前的一个 关键强有 我们知道星期五 就低去高 重返 21,734 而且 我们看到 飘带 大家看到没有 慢慢向上 这种飘带是最美的 因为变阔 然后向上 而且 而且有一个好的 资金 一直是持续 流日 而且并没有减弱 大家看到 放大给大家看 资金背离的指标 还蛮有用的 红灯没有变薄 一般变薄 转绿色 流出 所以来说 调整 不过有一个不好的 就是KDJ 目前来说 向下 交叉 这里 可能会回落 一点 整体 我们下周怎么行呢 乃述的判断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知道 外围因素 外部因素 我们要关注的就是 战争 战争方面 现在战争在僵持当中 现在都想谈判 或者停战 现在疫情有所转好 我都相信我们 除了上海 我们香港 肯定都会控制住 所以说 利好消息是好的 因为我们有政策的扶持 OK 那 到宏仙指数呢 指数方面呢 我们就关注美股 如果美股的话 下周时不时会 暴跌 它就会影响 明天恒指 一个高侯 就是低下 可能它就会低下 因为上证指数我看到很强 然后吹晒向上 所以说我们知道8号 已经突破了7号这个最高位 震荡趋势向上是没有变的 不过 一来说 下周 美股仍是处于超跌 它影响 恒指的低下 所以说整体很大可能性 下周很多情况 恒指会低下 然后 反弹上去 本来震荡趋势向上 可能会变成一个 上下横摆 这种 趋势比较明显 当然整体的泥水是太好的 当然 下一周 有些会受 汽车股的影响 就跟大家说 因为汽车股的泥水 目前推断 下周都会 进入调整 所以都会影响指数方面的一个 可能会影响到 拉动 好吧 所以说 震荡趋势没有变 弱一点 就上下横摆 因为飘大 已经开始 变阔 OK 所以这个就是泥水 和大家的判断 时间 最快就越大 最迟就下周 7月初 最面临的一个选择的时间 OK 好了 我们再看 指数方面研究完 我们再看个股分析 个股分析 比亚迪、长盛势、阿里巴巴和影矿能源 很多同学问到 莱sir为什么 这次会强调说比亚迪 不妨现在看回比亚迪 他的这个股 比亚迪 大家看到 庄家 就已经 非常 高了 而且他已经 破顶 破顶我经常跟大家说 不破 不辣 对不对 不破不辣 每次创新低 肯定都会迎来反弹 每次破顶都会回落 那这次回落之后会不会最拉升呢 大家去关注一个 就是他的一个 指标 就是他的一个分析就知道 大家看到 我打开周线图大家看到 其实 大家没有发现 周线图来看 龙头 他已经远离了这个飘带 这么远 如果继续升的话 远离飘带 他始终会回落 而且他已经连续几多周 一 二 三 四 连续 应该有四周 连续超买区 好吧 所以说从周线图 大家看到已经 进入一个超买 快会回落 而且大家最看到 周线图的庄家 都已经满了 所以 所以 连续超买 有位同学问到 星期五的时候 连续超买 我看得到23333 连续超买 虽然说23333 就飙升了7%左右 但比亚迪 虽然是港股 港股没有破顶 但A股已经破顶了 所以港股 很大可能性 下周会破顶 然后回落 而且大家看到周线图 龙头 它需要回落 是否影响了整个 汽车版法 就是连续和大家说的 下周来说 比亚迪肯定会调整 不会再拉上 拉上机会不太多 空间 OK 大家注意 比亚迪拉上不到 是不是都会影响 指数方面 一个 即是它一个 賴性 所以说 就和大家注意汽车 不过 2333 长城汽车 都是这样 大家看到 02333 大家看到 一线图 大家没明白 看到 长城汽车 我就和它分析 龙头 下周它会回落 或者会调整 不会再上升 长城汽车 又面临一个 前压力 除非它下周 裂口 高开 或者收支大阳烛 这样 这种情况 龙头 很难突破 我估计长城汽车 这些股票都比较难 所以说有好大可能性 会回落 大家做机会比较好 好吧 大家再看 2333 有没有那些买卖指标 暂时还没有 不过 大家看到 KDJ的这个J的参数 很多同学应该不明白 不过看其他教育 也有很多 有些看 其他什么讯号 不过其实KDJ的这个J的参数 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 很多同学不用看什么指标 大家看到 一般来说 J J进入120 就已经 很高了 基本上 怎么会回落 他不会说 就是上升 上升 最多 就上升了少少 或者 他回落了少少 的时候 都会在这个高位 横摆 如果 小于0 大家可以看到 一般跌于 -14 这些都差不多跌 跌得很厉害的 所以说这些可以根据J的参数者判断 你已经够不够高 或者够不够大 大家去判断一下 OK 所以说 目前大家看到 长盛汽车的话 大家要小心跌 这个可能 不会突破这个前高 突破了的话 那你最多 进少少仓位 好吧 好了 就看回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09988 阿里巴巴 其实 是受于一个政策的影响 因为 政策 因为 内地有消息 说马鞋 是否有重启 上市 当然 马鞋 上不上市 来说的判断 这道判断 大家再参考 很大机会性 未来 马鞋还会上市 怎么说 阿里巴巴 虽然说他的一个 老板 马云 出现了 不正确的言论 促逆到政治 所以影响到他的一个 公司的影响 不过从整体来说 无论是腾讯 或是阿里巴巴 他都对国家 的一个经济 影响很大 而且现在 国家的一个经济 无非都是 扶持 更多那么大的 企业 和国际 其他大公司 竞争 所以说 不会说 打压 很厉害 马鞋迟早 都会上市 只不过时机的问题 所以说 今天 你们听一下 黎帅的一个 现在说的判断 未来再看 去判断 黎帅这句说话 对不对 好吧 所以说 这个消息 是个短期的 阿里巴巴 目前来说 大家看到 回落 是短期的回落 一来说 它受于我们整个环境的影响 整个环境都是向上 所以说 这些都是短期调整 或者震荡 阿里巴巴 而且 庄家有日常 好吧 再看 阿里巴巴 有没有 买卖指标 暂时还没有 不过一直都没有 显示 阿里巴巴 可能会比较特殊 不过从漂泰的角度来说 短期 不会回落太多 一来说 它漂泰 变阔 OK 最后就是 演抗能源 1171 01171 能源方面 都是升阀满色 大家看到 日线图 庄家已经满了 我们再看到 周线图 目前 吹了一下向上 短期 肯定会调整 因为庄家 无论是从日线图 周线图 都是非常之强势 好吧 再看 1171 它有没有买卖指标 买卖指标已经出现了 是前一日 OK 前一日 大家看到 大概在这里 26元2毫 如果收阳粥的话 在这里收阳粥的话 大家 有机会 飘带是非常之美的 好吧 这个就是软抗能源 OK 股票就说到这里 我下期依然还是时间无别 9点到10点 即是收生 周六周幕 8点到9点 好吧 今期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聚会 拜拜